聚焦的是社会焦点了上个礼拜 让大家都觉得非常气愤的这件事情 日前永和那么一间脱鹰中心 不是爆发出老师将孩子们藏在柜子里头 或者是痛打小孩的脚底板的情况吗 新媒体监署呢 侦办之后今天约谈了下信主任 还有动手的老师等人 目前三个人都依照了涉嫌伤害最嫌 分别是以五万块钱不等的金额交报 而这回他们面对媒体的时候呢 一改先前的态度 他们深深鞠躬 道歉之后呢再道歉 可是之前这个主任呢 面对近他不是说不然你想怎样吗 今天态度明显是软化 除了道歉也只能道歉 如果我们说到施暴打小孩 接下来这个情况呢 也是人神共愤的 新北市这一名呢 肉圆霸家暴案件呢 引发了这动用私刑正义之外呢 公权力现在也有进入来处理 社会局约谈要求他无条件必要 接受这饮酒治疗 还有亲职教育 不配合的话呢 就找法官 合法强制处狱令 法院也有动作了 考量到说这个爸爸呢 好像有反复施暴的疑虑耶 因为这一回好像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打人了 所以呢是核准了保护令 不能够靠近自己的太太 还有小孩 300公尺内 希望说 借由法律上面的动作 可以让孩子 让太太 能够安心 这个话题呢 最近也是在政坛发烧的 我们说到口译哥呢 赵一详最近呢 不是升官了吗 成为这驻美政治组的组长吗 但是却是引起外界批评 认为说不够格 可是呢 如今被爆料 这吴钊燮的原本想要让他呢 担任更高等的职务 是驻美代表处的副代表 可是总统蔡英文打回票之后呢 他才取消的 对此呢 吴钊燮坦言 确实是有想过哦 也曾经有跟总统交换过意见 而赵一详的人事暗示 引起了民进党员王世坚批评 说呢 他是小柯文哲 得了便宜又卖乖 必须说呢 大家都很担心说 会有资讯外泄的情况嘛 所以现在公园院也开出了 防泄密的第一枪 15号中午开始呢 华为的产品不能够使用 院内的内部网络 对此措施呢 华为有发出声明 强调产品都是符合台湾规定的 我们接下来聚焦呢 一名在中国被控走私毒品 一审被判15年的加拿大男子 上个月呢 在华为公主孟晚舟 在加拿大被捕之后呢 突然间是遭到辽宁省的 高等法院认定说 这刑期太轻了 所以发回重审 而且在14号被改成是死刑 加拿大总理呢 这回也是非常的生气动怒了 说呢 中方根本就是独断专横 还要这国际跟盟邦 一起关注这件事情 好 必须说呢 2020总统大选呢 两岸议题是并会成为 这攻防的焦点 而且是我们根据一份 最新的民调结果 会发现呢 57.2%的民众 他们是支持 所谓的一中各表 进行两岸交流 不支持的民众呢 你看到这个数字 特别是变成是白色的 它是30.9%的人 是不支持的 至于两岸关系呢 57.1%的民众的支持 就维持 现在这个状况就好了 而认为自己是 台湾人的受访者呢 你看看到自认台湾人的受访者呢 是过半的 50.6% 但是另外一头呢 自认自己是台湾人 但自己也是中国人 你看看这个巧妙的数字哦 42.6% 可是呢 其实相比之下呢 跟去年相比的话 是成长了5.4%的 换句话说呢 现在这个词 中国人这三个字 这个名词呢 已经产生出这本质上面的变化了 以前呢 大家都说 哇不是中国人 是台湾人 强调一定不是中国人 但现在你会发现呢 其实这个数字 好像明显在提升 为什么 因为大家不想搞政治了 想要拼经济嘛 所以这政治议题上面呢 如果你在要大家呢 去搞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 也许很多人会觉得累了 不想要再讲了 你看这数字上面呈现就知道 其实多数人呢 现在又是中国人又是台湾人 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攀升的哦 自认是中国人的比较少 大概就3.1% 好因此呢 在台湾越来越不被支持 而面对民众在两岸立场上面的分歧看法呢 总统参议文上午的时候 他视察就花联国军部队提出三个坚定 强调台湾主权立场可是另外一头 我们要看了另外一份的民调数字 又是怎样显示的呢 比方说中国开战的这一天 台湾人民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呢 看数字 看大家的反应 两岸开战 当然绝大多数的民众呢 都是觉得应该是会抵抗的 也许会硬碰硬 超过五成61.6%的民众认为呢 会抵抗 然后呢 这开战的行动又会怎么做 下一步会怎么做呢 好顺其自然的人呢 是最多的 是来到了24.3% 所以呢 会不会抵抗 会 但怎么做 还没有想好 然后呢 表态会从军的只有9% 被动抵抗的6% 逃出台湾的反而也比较多 有14.4% 直接投降的呢 2% 所以呢 还是要有骨气 但是呢 可能有骨气的离开台湾 要从军的人呢 还是比逃出台湾的人要少 好 谁都不想要战争啦 所以呢 这份数字呢 基本上就是参考而已 看得出来现在两岸关系呢 似乎呢 随着蔡英文的摇摆不定 是慢慢出现了一些转环的余地吗 你快来看我们的报道 020总统大选呢 剩下一年 国民党内呢 天王们角力不断 在朱立伦表态之后呢 传出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要在17号宣布参选 但是呢 还依旧是非常的低调 只说还在等机缘 党主席吴敦一的部分呢 上午到了新北参加感恩茶会 被外界形容 是在踩朱立伦的地盘吗 吴敦一听到呢 立刻气炸了 他两度停下了脚步 怒呛 这是中华民国的地盘 雄市长韩国瑜 今天的行程满党 上半天呢 就市政会议 加上呢 召开这治水记者会 下半天的时候 跟劳工局 举办着工地冲烟检查 接下来是长达 三个半小时的 非洲猪瘟防疫演练 由于他是马不停蹄的 因此呢 就在参加这防疫演练上面呢 精神不济 打起瞌睡 好了 是不是真的在杜孤呢 也是不是真的太疲惫了呢 韩国瑜他回应呢 其实自己都有强打起精神来的 来听听看 他的说法吧 这爱情产业链吗 十大爱情摩铁票选活动 现在也是正式开跑咯 为了要推广这活动呢 观光局是找来了 旅游达人分享住宿的攻略 另外在局长部分呢 也在摩铁是大秀歌喉 看得出来这潘恒旭呢 为了拼观光 他真的撩了去 这样 苏健昌呢 上任之后第一件事情 就是强调要接地气嘛 除了第一天上公室赶着视察之外呢 他也是不忘要拍短片 PO社群网站告诉大家上公之后 到底做了些什么 不只这样呢 为了要这战线新内阁的 展现出所谓的执行力 所以呢 桃园机场呢 在苏贞昌的要求之下 现在旅客呢 每一件手提行李都要百分之百的检查 可是这样的执行力呢 也造成民众的不小困扰 接下来这个状况呢 真的小缺心又飞了 这素食店呢 接力要涨价 比方说 季肯德基在今天调涨之后呢 麦当劳也公布从23号开始呢 将会调涨21个品项的价格 你看看一个又一个的汉堡呢 现在涨涨涨 包括像是一颗这嫩尖鸡腿宝呢 甚至要价82块 除了要提高售价之外呢 麦当劳也首度呢 要把这麦翠鸡的腿跟翅 要分开来卖价差是高达10块钱 OK 3月29号呢 就要脱欧了 到底能不能够有条件的脱欧呢 就要看这英国时间 礼拜二的国会投票结果 你看看呢 现在其实好多人 都不太看好这一次的结果 有人认为说 会不会导致呢 最后脱欧的这行程 也会跟着delay呢 就在这投票的前夕呢 保守党的党边 他是不满梅伊的脱欧协议 所以呢 他说那就不干了嘛 现在呢 这梅伊呢 面对这内外夹击 比方说 自己人都不挺自己人 还有像是对手的逼宫 他也觉得很无奈 他说你们到底 有没有仔细看我的协议啊 我的协议现在摆在这边 你们再仔细读读看好不好 你看看呢 现在呢 这梅伊说了 他有可能呢 会面临到这样的窘况嘛 所以呢 希望大家呢 把他的协议拿出来 好好的审视 看说到底是符不符合民怨的 比方说呢 你看这个希望整个过程呢 是可以更加的妥协的 或者是说呢 他想要的东西呢 通通都放在这边 你们起码再看一眼嘛 那么所谓呢 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说 会不会整个政治拖垮经济呢 比方说 如果像是呢 脱欧的进程往后delay的话 会不会导致呢 这英镑会跟着整个崩盘了 好 为什么 因为其实呢 自从在闹脱欧以来呢 就跌超过10%的 这样的英镑损失 所以大家很担心 歹系脱棚嘛 你再脱下去 会不会有机会呢 跌得更深呢 有人说 甚至The Guardian 认为说这梅伊将会 一败涂地 用四个字来表决 国会表决时间 会在台湾的时间 1月16号的凌晨三点钟 到底会怎么样 或者是梅伊 会不会因此下台 因此宣布要请辞呢 现在传出的 没有在这样的商定时间 脱欧的变数 好像是比较高的 无论如何 再脱下去的话呢 整个英国脱欧 就会处于下风 换句话说 你想要谈什么条件 别人都未必会答应 整个情况 只会越来越糟糕啊 好 其实必须说呢 这英国大部分 都是仰赖这东西进来嘛 就是呢 其他国家的东西 就进口进来英国这边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了 如果说这协商破局的话 或者是整个delay的话 会不会影响到 东西就进不来了 套一句 这韩国瑜说的话呢 这货进不来 人出不去 是不是英国 就不用发大财了呢 你看现在英国脱欧呢 其实已经迫在眉睫 不少民众很担心 脱欧以后 可能造成了 所谓的骨牌效应的混乱嘛 甚至食物呢 跟生活用品都会很缺乏 有公司看准这个商机 推出了脱欧救生包 一个药价呢 295英镑 折合台币1万1700块 里头呢 需有30份的粮食 还有包括火种等等的物品 那现在呢 已经卖超过600份了 看得出来英国人很焦虑啊 这个月3号呢 中国嫦娥4号探测器呢 成功登陆月球表面 写下历史 对中国在太空上面 展现出它庞大野心 英国媒体就预测说 中国现在可能想要抢先全世界 盖所谓的月球基地 要占据太空的主宰地位 中国江苏过期疫苗风波是 越演越烈了 大批家长气道都已经在围殴着 政府高官 当局出动了近千名的警力要驱赶 暴力是镇压抗议的家长 许多人是遭到逮捕 而其实在这说明记者会上面的家长 也是直接大呛官员 那么在中国极权统治之下呢 现在人民抢政府像这样的画面难得曝光了 02年到03年在全世界引发大规模传染的SARS病毒呢 在不少人心目当中是留下了阴影 可是现在呢 香港大学的教授研发出一款超级万用的药 不只是能够治疗SARS 还有包含H1N1楼盖 肠病毒 资卡病毒 好像通通都有疗效 英国有一家人呢 出国度假可是花了超过五万块钱台币买机票 然后呢 上了飞机 被要求坐在地上 怎么回事 一块老姐 香港消费者委员会抽验当地市民上58款的饼干 还有甜酥饼 发现近九成呢 是含有着基因致癌物 其中呢 日本无印良品的燕麦酥饼 争果口味呢 就被发现含有三种的基因致癌物 但这款在台湾其实并没有违反相关的法规 所以呢 目前呢 这无印良品就表示了 会等到日方决定是否要全面性的回收下架 但依旧是引起了不少民众的恐慌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陈永荫 拜拜